司長 這個是陶永強局長 因為政策是延續的 誰轉了做局長呢 都是有承諾的 說去年年底就要諮詢 我就未見諮詢 那澳大的研究呢 我都有少少的問題想問一下 就是取養的代表性 因為我認知 港門同鄉會 萬幾個長者 叫我遞信爭取現時的權益 我未收到他的訊息 就是說有人跟他做調查研究 就是取養是有問題的 調查研究 就是調查研究 這個專業裏面 如果取養失誤 影響到這個結論的 影響到信道和效道 就是說無效的調查研究 那我就不見你們有這方面的諮詢 而你們公佈和傳媒講 說就是有這個年底要諮詢給公眾 我未見諮詢 因為我都要向市民負責 我和他們一起遞信 就要爭取這個看電視的權益 那澳大那份東西 究竟諮詢過甚麼人 他的取養是怎樣 那稍後如果司長可以給他的調查研究 那個內容我看看就好了 他怎樣取養 究竟他的分佈是怎樣 他集中甚麼人 能夠代表到澳門市民 而決定他的信道效道 還有你們何時才諮詢市民 究竟看甚麼電視呢 不是靠一個報告來決定 我們有沒有電視看 包括就是說 澳港市之前你已經知道 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法院不判決 那我們作為特區政府 又這麽有錢 違法的行為都要做 那你違不違法 有沒有影響知識產業 法律部門要誇部門要協調 就算不是因為有線 公天的紛爭 你們都知道 法律部門都說 喂 我內部 好像廉署和審計那樣 喂 這個不對 我們違反這個法律 為何往往事後有事 然後再檢討 不是預先說 喂 我們要發財立品 應該要這樣去做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的呢 就是說 其實 我們是50年不變 保障我們市民的權力 那爲什麽現在沒有電視看呢 我都要受市民的委託 我都要跟他們有個交代 因為遷了信這麽多次 講了這麽久 都沒有回復那些電視 擠下擠下 講一下 由TDM有得看 講一下由CCTV有得看 講一下月劇台有得看 那怎麽搞啊 所以這方面 如果法律上要解釋 那爲什麽這麽多部門不之前 去解決這個看電視的問題呢 事後這麽多人 這麽有軟見 或者有理論 又解釋這個是法律問題 那事前我們違法 那作為功能部門的法律部門 爲什麽不打關 告訴政府 相關部門聽說 違法喔 這樣 是不是這樣呢 謝謝 聽一下你的意見 好 好 好